新竹市一家私人拖鷹中心 被指控一次照顧不当 造成三个月大的男婴遭到热水烫伤 而且全身目测有50%的二度烫伤 目前还在家户病房抢救 尚未脱离险境 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发文 可以看到男婴身上有大面积的烧烫伤 几乎体无完肤 根据拖鷹中心表示 是拖鷹人员泡奶的时候不慎打翻热水 导致男婴被烧烫伤 而家长想要调阅监视器 没想到拖鷹中心却说监视器故障 家属目前已经报警提告 而社会局也已经介入调查 根据了解 这家拖鷹中心在Google评论有四星等级 结果发生如此疏失 对此新竹市府表示 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 并要求拖鷹中心说明及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 厘清现场 如果拖鷹人员确实有疏忽 将依违反儿少权法83条 处新台币3万至60万元的罚还 并命期限渐期改善 而情节严重将勒令停业 并公布机构名称及负责任姓名 持续关注虐待幼童的相关新闻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到 这一起事件发生在桃园市桃园区 某一间准公共幼儿园 这间公共幼儿园就遭到家长爆料 说某一名助理保育员 涉嫌对于年仅4岁的男头 对他掐紧用这种方式来虐待 那家长就发现自己家的小孩 怎么这个颈部出现了不明的伤痕 于是就向市议员陈晴 没有想到这个幼儿园 他们调育了监视器 发现了案外案 因为发现居然除了这名男童之外 还有至少6名的幼儿也受害 因此现在桃园市政府教育局 也介入调查了 他们说已经针对这一名幼儿园 进行调查 而且会将这整个监视器画面 提报认定委员会来审查审议 那目前这一名助理保育员 已经停职了 如果最后查明确定 他有违反规定的话 将会处罚幼儿园跟行为人 6000元到60万元 不等的罚还 桃园某准公公幼儿园 日前有家长爆料 某助理保育员 涉嫌虐待年仅4岁的男童 家长发现幼童的颈部 有不明的伤痕 像市议员黄虫会陈琴 揭发该幼儿园保育员 对幼童不当灵虐 幼儿园调阅监视器画面 结果又发现案外案 还有至少6名幼儿也受害 桃园市政府教育局19日指出 以针对该幼儿园进行调查 并将见识画面 提报认定委员会调查审议 该助理保育员目前已停职 如查明有违反规定 将罚幼儿园与行为人 6000元至60万元 不等罚还 接着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最近话题不断的知名网红chip 他日前才因为批评 郭忠生化的帝王条款 引起了讨论 那他在20号上午的时候 现身了士林地检署 他要做什么呢 他说他要对网友提告 但是提告的原因 是因为在三四个月前 他说有一名消息的网友 对他知名道姓人身攻击 甚至还将他的家人 包含他的父母 妻子等人的工作地点 还有部分的个资公开在网路上 让他觉得相当不应该 因此决定向网友提告 妨碍名誉 我就是做我的交通改革 就是让人可以好好的走在路上 我们不要再免于交通暴力所苦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就是在做交通改革 我也没有要干嘛 我也没有说 攻击特定的政党 攻击特定的人物 攻击特定的团体 都没有 就交通改革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讨厌我 那是第一次发文吗 我也不知道 应该很多次了 应该很多次 只是就是有网友跟我说 chip那个谁谁 指名道姓骂你 然后又漏搜你的家人 公布你家人的名字 我觉得这种不对啦 对不对 你就好好跟我讨论交通政策就好了 台湾是个民主社会嘛 又不是说不能讨论 就他那个内容大概写了什么 就说我chip老婆 chip住哪 然后老婆是谁啊 然后爸妈是谁啊 这个 这个都很不必要吧 我在讨论交通政策 你有什么对交通政策不满 你可以来跟我讨论 开庭不到半个钟头 chip不出 地检署向记者表示 是一场误会 与网友是无条件和解 最后他更不忘呼吁 交通部要把工程做好 给行人跟驾驶一个安全的道路 一人大牙周一配 在6月的时候指控 11年前曾遭黑人性骚扰 而事后被黑人夫妇提起 妨碍名誉的诉讼 而北简经传唤5名正人 到案后在109号给予不起诉的处分 而最为正人的贝童彤 事后也在IG Take大牙的品牌 道贺说 值得开华请祝 一人大牙周一配今年6月指控黑人陈建州11年前在饭店对他性骚扰并提告 黑人否认之后对大牙提起刑事妨碍名誉罪告诉 台北地检署2度传唤双方出庭说明 并传讯5名证人协助理清案情 他们表示都听过大牙说过此事 因此检察官认为大牙发文并非凭空捏造 19日争结将大牙不起诉 对此大牙发文表示 一直都相信正义会来 谢谢司法 也希望这个消息能带给那些人身陷在MeToo里的朋友 一个鼓励及信心 大牙的老公阿料施 也在IG发文丽婷老婆写道 天冷但心很暖 法院认证不是乱说话 而5名证人中也包含前黑色惠美媚贝彤彤 她表示听过大牙转述 黑人说松一下熊抱 你范范姐就不爱那种事的内容 如今不起诉 贝彤彤也take大牙的品牌并写道 今天值得开花庆祝 当时一名饶兴化妆师也和大牙黑人一起到香港工作 如今出面作证 提到当时结束工作回房间 要拿面膜给大牙使用 没想到一开门就看到大牙相当惊恐 要他们赶紧进门 并提到黑人说 你又没试过 试了搞不好会喜欢 等夸张言行 他们还在震惊之际 大牙又接到黑人的邀约 到房间看DVD的电话 且化妆师并不是唯一的证人 还有大牙的经纪人 大牙闺蜜等共5名证人 因此检察官不起诉大牙 台北地检署在昨天是贞结将大牙不起诉 而至于黑人的前经纪人 在当时他有出庭作证力挺大牙 他指出黑人会提告是因为他的国王个性 更心疼大牙决定提告前下了很大的决心 是因为想要原谅自己当年的懦弱 黑人前经纪人是大牙的现任经纪人 这次风波他也出庭作证 透露从2017年跟大牙合作开始 某一次节目需要和同城的男艺人有亲密互动 但是大牙百般拒绝 追问之下才得知大牙曾经被黑人性骚扰的广誓 经纪人表示这一次黑人提告的举动 就符合他不容诋毁的国王个性 直言对黑人告大牙的举动感到不舒服 因为大牙没有假造po文所描述的情节 对于不起诉的结果 大牙在昨天发文回应说 一直都相信正义会来 谢谢司法 我依旧相信做对的事情不需要犹豫 也希望这个消息能带给那些 仍然深陷在MeToo里的朋友们一个鼓励和信心 艺人NoNo被涉嫌性侵十位女子 而台北地检署在19号征结 其中三名女子的案情不起诉处分 另外有包括小红老师在内的 7名被害人指控的案情 则因为北检武馆辖犬 被移转了NoNo住所在地的施力地检署 来续查 而根据了解北检武馆辖犬的案情当中 有些受害人指证相对明确 而且有旁证 NoNo恐怕未必能全身而退 艺人NoNo今年6月卷入迷途风波 被控涉嫌性侵十位女子 但其中三案却不起诉 不过NoNo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十几块二十个受害者 现在就是一句造型都没有 完全没有 当时网红小红老师收到了 二十多位受害者的字数 整理成NoNo犯罪揽人包 但只有其中十人完成告诉程序 不过有三案北检19日给予不起诉处分 是因为告诉人仅提出单一指数 其中一人表示是2011年时 在NoNo的白色冰室车内被他强吻柔胸 还恶心表示触感真好 另一人则说2010年夏天 在北市中山区某会馆帮NoNo按摩时 遭对方压制性骚 更说我就喜欢你这种可爱型胸不搭的 但NoNo却一概否认声称没有印象 检方在NoNo手机内也没有找到 与两女的联系记录 他们也提不出任何旁证 第三案则是一名邦疗师 从2011年至2013年时 帮NoNo做油压按摩时被他印上得逞 当时女方哀求 你不要这样我很害怕 没想到NoNo却回他 我比你更害怕 下体更因此撕裂伤 不过检方传讯受害人雇主等人 对NoNo到店的日期及次数都都不拢 受害人也提不出其他证据 因此这三案不起诉 另外7案则移转到NoNo住家辖区的 士林递检署继续侦办 不过NoNo未必能全身而退 因为这7件中 多位受害人的指证相当具体 且有旁证 向小红老师就有明确叙述 因此NoNo之后 可能还得再跑一次侦查流程 包含出庭应讯 相细侦查结果则有待事件 继续调查理清 对于其中三案不起诉 小红老师昨天就表示 他一起传看到新闻的时候 也是震惊了好久 但他还是说自己会持续的奋战 到底绝对不会退缩 他还说目前陆续收到的受害人数 截至目前为止 正好跟注音符号一样多 虽然案件还在持续侦查当中 但是对于判决结果 小红老师仍然感到吃惊 他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台北地检署 正式的书面通知 以及不起诉处分书 等收到之后会与律师研议后续 不排除在意的可能 这场战真的不容易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奋战到底 而虽然结果不尽理想 但小红老师说 他对司法有信心 尤其看到这些受害女子的经历 让他无法容忍 相信检察官会还给大家 一个公道 小红老师更提到 你们只看到十位女孩 透过司法来发声 但很多人只是不愿意 再把伤痛一遍一遍的剥开 有的人光是回溯过程 就会崩溃大哭 所以选择在后面声援 每个女孩都是将自己 隐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痛 趁这个机会为自己勇敢一次